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这个小品很独特 很异样 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当时也没法随便的反复观看 只是电视里面放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次我突然就体会出来了 我那种感觉是震惊 震惊在于什么呢 他塑造了一个坏人 一个骗子 并且让他得逞了 这样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其实是很少见的 那个年代呢 观众比较喜欢大团圆 正义战胜邪恶 这类正面的结局 在春晚上就更少见了 坏人再狡猾也一定是要被挫败的才对 所以当时就产生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大概就是说呢 这个小品三观不正 纯粹为了追求娱乐性 现在大家见得多了 就很少有人再这么说了 在艺术观上面 赵本山跟宋男丹是比较贴近的 宋男丹之前与黄红合作的很多 他第一次上大型晚会跟赵本山同年 也是1990年 不过宋男丹是元旦晚会 而赵本山是春晚 后来黄红和宋男丹又合作过几次春晚 可是逐渐的呢 两个人创作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黄红呢 总是要求利益 要给人与异议 鼓舞 而宋男丹呢 是单纯的觉得只要搞笑就行 他刻意要回避利益 终于到了1999年春晚之前 两个人协调不好 宋男丹主动就提出不合作了 就此就分手了 1999年春晚 黄红和句号合作了打气 而宋男丹和赵本山合作了昨天 今天 明天 在这点上呢 我是认可宋男丹的 晚会是一个全国人民可以凝聚共识的场所 可是他承担的有一点太多了 特别是语言类节目 歌舞还好 你说刘刀华唱一个恭喜你发财 这个弘扬什么了吗 没有嘛 纯粹就是吉利话嘛 后来大家觉得语言类节目越来越不好看了 主要也就是在这里 大家都是想图一个乐子嘛 有一点道理 有点升华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每个节目都是这样 肯定会疲劳 也得有一些观赏度比较高的 娱乐性比较强的 语言上有贡献 有造诣的节目 之后的几年呢 赵本山和宋男丹搭档合作了好几次 而黄红和宋男丹就再也没有合作过 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的关系 本来是黄红把宋男丹带上大舞台的 后来宋男丹提出分开之后 黄红可能有点记仇了 几年对于宋男丹都挨打不理 宋男丹心里本来也是有一些歉意的 可是看到黄红屡次这么冷漠 心里也由歉意改成了怨恨 两个人好多次碰面 都是互相不理 跟仇人一样 这两个人这个节怎么解开的呢 我觉得黄红处理的非常好 非常简单 直接 而且是很合适的 又是一年春晚 在后台 两个人又狭路相逢 黄红主动就叫住了宋男丹 神神秘秘的 说来来 我跟你说个事 宋男丹就很冷淡 黄红说 你凑紧点 凑紧点 特别重要的事 宋男丹就觉得很别扭 勉强凑过去 黄红就罩了宋男丹脸上 就亲了一口 他们是合作了多年的亲密伙伴 是很好的朋友 也不是恋人 更不是夫妻 可是我觉得黄红的处理非常好 一下子就把双方后来产生的恩怨 全都给了结了 从此两个人虽然没有再合作 但是又重新恢复了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 这个是宋男丹的书《幸福深处》里面记下来的 我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再接着说赵本山啊 他的语言艺术不用说了吧 语言艺术的大师 有很多修辞手法或者一些技巧 可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 也是我觉得最高明的 却是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技巧的语言 不差钱里面的那一句 有还是没有啊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就这样的语言 没有使用什么惯常的套路 什么话用 套用 强行押韵 顺口溜 各种修辞手法都没有 可是就是感觉非常的高级 为什么呢 它就是纯靠情节 纯靠逻辑 就能够阐述出这么强烈的效果 营造笑料的核心方法 就是所谓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不按常理出牌 这个大家在脱口秀类节目里面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其中有一些梗呢 用多了大家就明白了背后的逻辑 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笑 比如大家经常说的 谐音梗扣钱 就是因为知道你从谐音的角度去抖包袱 非常理就变成常理 就很容易尴尬冷场 而高级的手法 就是把所有的设定规则 明摆着都告诉你了 然后却玩出了你没想到的花样 就像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那样 会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充实和圆满 具体的不差钱里面呢 这种效果是怎么构建出来的呢 第一层就是人物身份的不对称 双方要有一个权力关系 像农民和公务员 学习跳舞的农民和舞蹈老师 想出名的演员和节目的负责人 第二层呢就是要信息不对称 这样才能产生误会产生错位 我们回看赵本山的小品呀 人物设定一般都是这样的 情节也是靠这种不对称来推动的 最后我还是想说一说卖拐系列 它很有意思很搞笑 可是我觉得不单是有意思还很有意义 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体会出来的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我在前几期的内容里说过 出题权的问题 有一种人跑过来不由分说的就出题 而对面的人呢性子比较直比较憨 做题做习惯了 有人出题我就做 还缺少自省的分辨能力 那自然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树上齐个猴树上齐个猴 出题者可以随意把问题扭曲 把信息污染 而做题者往往分辨不出来 做题的人老实啊 最后通过反复努力 终于在卖车里面抢达成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确认了自己优秀做题家的身份 可是这做题的人呀 也不是完全没有反省能力 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 做题者小评里就是范伟 终于误出了真相 就是不按照你的规则玩了 我可以陪你玩一会儿 甚至可以让你短时间的耍赖获胜 可是我不再认同你的判定了 我要把判定的锤子拿在自己手里 最后还要奖励给对方一些红包 还有春联 可能赵本山并没有想我所想 这恰恰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 就是脱离了那个时代 那个场景 在新的场景下 作品仍然可以被重新诠释 在艺术上 他可以有恒久的能量 在意义上 他也拥有被持续解释的空间 2008年的火炬手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作品 赵本山下台之后就哭了 他觉得压力很大 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 完全忘了他下台之后那样哭过 我觉得他背负了太多的那种正能量的东西 限制了创作 他呢更倾向于一种纯粹的娱乐 我觉得呢 正是像卖拐系列这样纯粹的娱乐 这样一个预言性质的东西 却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也迸发出了更高的亮度 拥有了更高的上限 他能让人们从很多具体的领域 去诠释出自己的版本 我想这个就是赵本山的无可替代之处 也成为了我怀念他的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